爱不可以当饭吃 但是被爱可以 你记住我这句话 我给你讲个案例好吧 人生是可以设计的 这个故事跟电影一样 只是比电影更精彩 编剧都不敢这么编 在美国有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出生在一个 败落的中彩佳基 就是她的家庭本来是还可以的 但是因为父亲的生意原因 她开始败落了 然后这个女生就讲了一句话 她说爸爸 我会成为全美最富的女人 她爹就觉得扯淡嘛 你怎么可能 但是这个女的后来成为了世界最富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她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人生就是一场有预谋的精心策划 你是可以去设计的 我告诉你她的路径是怎么写的 首先她报考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学校 像哈佛 那里头有个考古专业 她爸一定就觉得疯了 这用我们张雪峰老师的话来讲 这个专业就应该没人要的嘛 她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这个学校里头 这个专业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老师 这个老师他经常出现在拍卖现场 因为他去鉴定什么 珠宝 他鉴定珠宝 他就有机会认识有钱人 所以这个女孩子 他考进了这个学校 他就主动申请去做这个教练的助手 第二步 他在拍卖现场 遇到了全美第七大富豪的儿子 然后呢 你知道他干了件什么事吗 就跟他谈朋友了 第三步 因为跟他谈朋友 他就走进了这个第七大富豪的家 就认识了他爸 第四步 他最终嫁给了 他爸 看出来你的胸怀格局还是不大 因为嫁给儿子只能拿到落干分之一 嫁给他爸能拿到一半 故事倒是没结束 第五步 不用离婚 他爸走了 他陪了他爸十年 在轮椅上 他进去的时候 他爸就坐轮椅 中国有句古话叫 男追女歌成三 女追男呢 歌成三 记住啊 天下没有丑的女人 只有不会打扮 不会由内而发 散发出那种美的女人 你学习定位以后 你再加上医美 你就内外双修 第五步 他已经很有钱了 拿了第七富豪的财产 他又跟第四大富豪结了婚 然后他又活到了最后 所以他成为了全美最有钱的女人 你会说他不幸福 很多人会觉得 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劝你也不这么看 来我问一个问题 你答 现在有两个女孩子喜欢上他了 一个呢 是特别特别爱小叔的 一个是小叔特别特别爱的 你觉得他应该接受谁 首先你接受谁 特别爱 特别爱你的那个对吧 你不会去追逐那个你爱的对吧 这哥们没恋爱 但是他的答案是对的 记住啊 大多数人在恋爱中 会迷失自己的原因 就是我总想追逐那个 我喜欢的 但这条路不通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娶了那个你特别喜欢 他不喜欢你的人 你除了喜欢 余生都是心酸 他对你无感的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娶了那个 特别喜欢你 你除了对他没有心动 你的世界全动起来了 第三步 记住感情是可以什么 培养的 所以爱不能当饭吃 但是被爱可以 你不要以为他跟他父亲过得不好 错 至于其他方面 你懂了这个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的 这点不是你担心的 我们有名人八十多岁 娶二十多岁的嘛 吃花群众操心了几十年 我其实想说 不要心随近传 而应该是近随心传 这个世界 你不是一粒尘埃 宇宙不在天边 你就是宇宙的中心 所以各位管理好你的情绪 管理好你的心境 你看这个世界都是温暖的 你可以融化这个世界 然后你就会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这才是最伟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 当你把赞美带给别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啊 不是那个被赞美的人很幸福 是赞美之人很幸福 也不是那个被赞美的人 会拿到最大的利益点 你错了 是那个赞美的人 会拿到最大的利益点 谢谢大家